RGB,你用Cubica的做 这个颜色有点 就这么这些颜色 不过感觉就怎么看就怎么 好像怪怪的 颜色实在是不是什么漂亮的颜色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做一个颜色 稍微好看一点的话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这个颜色 变得更鲜艳 那方法 是一定有的 只是说怎么用那个 比如说像RGB这样的颜色 帮你去做那个颜色 那这边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用RGB来做 不过RGB会有个问题 我们Ctrl G一下 像这边的话 本来是Cubica 你可以改成RGB 然后比如说现在放在假扳 你要红色的话就255 d0.0 然后按Enter的话 它会怎样 它会把那个颜色加上去变红色 然后第几个 也许比如说 这边也可以改 我们刚刚是用这个 旭词 不用Active 比如说第一个好了 第一个是乙斑 第一个把它变成 假如说是黄色的话是 这两个都25吧 Enter 少一个S 旭词才对 Enter OK 那如果第二个要变成 什么 比如说 不过你会发现 好麻烦的 每一个都要一个一个定义的话 那你光要想这个颜色就想到头痛 所以有几个方法 倒不如怎么样 就干脆给它同一个色系就好了 什么要同一个色系 也就是说 如果这边前面两个固定 后面一个不固定的话 那它就会是一个某一个色系的 就是那个一个Range 那所以写的方法大概就这样 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一样的设定颜色 但是我这边的话呢 底线RGB好了 然后把这边改成RGB 那我要的色系是什么 假设有两个数字是固定的 固定黄色好了 那可是最后一个数字不一定 最后一个数字你可以等一下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I就可以了 假设我今天 这边如果是后面这是前面固定的 但是后面不固定的话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但是它变成全部都黄 其实这个黄跟这个黄有点不一样 但是你可能看不出来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变化太小了 所以怎么办呢 你干脆把它乘以2好了 乘以3好了 假设我把它乘以3 让它的变化稍微变大一点点 或者干脆 这个数字 这个也改I 要这样改 它变成也是全部都 所以有一个方法 就是干脆你的最后 比如说你红色系好了 然后呢 你希望这个0好了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数字变成一个乱数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某一个值 它总共有三个嘛 当然你也可以三个全部都用乱数 如果我们假设其中一个变乱数 那乱数在VBA里面有一个VBA点 乱数的话叫RND 有没有 它有一个叫RND的函数 如果你不太熟这个 你可以按F1 它会跟你解释 什么叫RND呢 RND就是它会传为一个什么Single Single就是有小数点的值 其内容是一个乱数值 那这个乱数值的话 它里面的值呢 只会 它的乱数值 这边有一个 请注意 它会传为介于0和1之间 它会等于0 但是不等于1 也就是说 它最应该是叫做小1 也就是说乱数产生的值 是在0到1之间 那最小是0 最大是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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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9下去 但是不会等于1就对了 是趋近于1 好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产生一个乱数的话 那乱数是在0到25之间跑 因为我今天 在这边的话 我希望放个0到255的乱数的话 那我可以 VBA不要小 因为我主要让各位知道 它在VBA里面 先一个小瓜糊 表示说 它跑了一个乱数 那你可以让它乘上多少 乘上255 256 为什么要乘上256呢 0乘上256是多少 还是0吗 对不对 那如果0.999乘上256的话会多少 那就是接近256 但是是255.9999 对不对 它不会是256 那所以我们可以在乘上那个数字之后 在外面包一个函数叫int 刮鼓起来 刮鼓起来 那什么叫int呢 就是把小数点怎么样 去掉 对不对 所以它没有包之前 是0到255 0.999一直下去 那如果我包了int之后的话 它会怎么样 把999去掉 那不就变成多少 0到25了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呢 如果你要踩个乱数的话 大概会有这样的应用 就是说 思考的点 一定是0开始 绝对不会有问题 但是后面的值的话 就是你那个最大的值 最大的值 你要产生最大的值 再加1 然后最后把它用int 把它小数点去掉 所以这样子的话 它这样子 这个叙述 就是可以产生0到255之间的乱数 那我们试一下 让它自己刨一下 知心 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感觉就是这样的设计 如果说今天我让两个 这两个 这个跟这个 比如说后面第一个数字红色是固定的 后面两个不固定 知心 有没有 感觉就有不一样的设计 如果前面的数字再把它改成0 再让它跑一下 又是另外的感觉 至于你要 不然全部可不可以 三个数字都乱数可不可以 也可以 每一次跑 有没有 都不一样 那这个要怎么搭配 其实说真的 因为它总共能够产生一千多万种颜色 至于怎么样搭配 这可能就是你们自己的那个美术眼光了 怎么样去跑会比较OK 比较符合你比较喜欢的那个色系 可能自己就要稍微调 你可以这边调一个0 不同的感觉就出来了 我不知道哪一个方式 比较 如果把这边多改255 又不一样 好 那这里的话 我提供一个就是说 你可以借由RGB 里面的某一个值 变成一个乱数 另外两个值 可以不要是乱数 或者是全部都乱数也没关系 它就可以变成有多样的变化 如果要清除颜色一样 上面这个地方清掉 那要恢复了 OK 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那另外就是多学了一个 就是RND 那它的规则是 0到1 但是一定是什么 小于1 所以最大的值一定是 0.99999一直9下去 所以它乘上某个值之后 再把它小数点去掉 就会得到你要的那个乱数范围 那这个应用其实还蛮广泛的 比如说你要抽奖 员工抽奖 你可不可以用乱数据 可以 随便抽个号码 公不公平 其实应该是 如果是没有技术性的问题 那应该是蛮公平的 那另外就是像后面我们有个大乐透的范例 里面的话可以做到什么呢 比如说我如果今天希望利用这个原则 帮我做出一个大乐透开奖程式 这个逻辑大概说一下 帮我开奖 而且特别注意 里面的号码不能重复 因为你乱码有可能会有重复的状况 所以 这边呢 我们其实是跑一个回圈 帮我把这个大乐透号码加上去 如果有重复的话 就帮我重新再产生一次 直到没有重复为止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应该 你怎么按 都不会有重复的号码 OK 好 这个是第一个 但是后来就有同学说 老师这样好像 感觉有点死板板的 在椅子后好像没有那个feu 最好你会把它变成 一个那个球 那个球会变 然后那个图会动来动去 最好 最好那个 他会有个动画出现 不过他那太难了 那个VBA也不是做动画的 可是可不可以放图 所以启动表单 各位发现 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有没有 然后按开奖 有没有发现 而且七个号码一定都不会重复 所以你按下去 当然如果将来 你们公司内部要来个抽奖 对不对 然后你就是做几颗球 或者是不一定是 然后你就反正就是大家去抽 你拿到几号对不对 然后来开奖 然后就类似做这样 来画面 头上 头到那个大萤幕上 然后来开奖 请那个谁来按一下 对不对 按下去 好 开奖了 OK 那就是这个 那这个怎么做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从刚刚的那个颜色的乱述 衍生出来 我们会有第一个在VBA里面做 第二个就是这个启动表单 那会不会很困难 其实不会 等一下这些程式码都会提供给各位 反正如果将来你要修改 但不一定七个号码 你两个号码三个号码 一个号码都可以 改一下一个东西 逻辑上是一样的东西 而且真的不会很复杂 它大概就是产生一个乱数 然后再把那个乱数的球的图放上去而已 OK 好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等一下再来看 就是从那个我们的乱数产生颜色 再延伸到那个大垃圾部分 OK 这边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多一个RGB 然后把这个 这一段 干脆切到这边 好 画面先画给各位 好 好